大家好! 經歷了三個小時的飛機 我們來到福哥 我現在在博多市中心 剛剛在酒店查看了 先放一張行李吃東西 說到入境 其實我們跟上次去東京的時候都很不一樣 因為上次去東京的時候 其實日本政府還有一些入境的限制 就一定要用My Fisher Japan 登錄了你的針卡 和填入境紙和海關申報 但因為現在的政策已經放寬了 所以其實My Fisher Japan 就不是一個必要用的東西 如果你不想出發前做My Fisher Japan 其實你也可以用傳統的方法 填入境紙和海關申報 到時再交給海關職員都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是兩個方法都可以用的 其實我們如果要在福江機場 出回博多市區 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一般網上說 就會叫你在機場 搭乘入境紙和海關申報 就轉回地鐵 那裡是260日圓 時間大概是20至30分鐘左右 但是如果你的目的地 其實是搏多站的話 你其實可以直接在機場坐巴士出來 價錢就是260日圓 時間其實都是20至30分鐘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怕在地鐵站 可能要搬行李搬上、搬下的話 可能搭巴士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我們現在先去吃東西 來到博多當然要吃拉麵 所以我們現在就找了其中一間拉麵 打算去試 Let's go 酒店附近我們找到一個商場 它有三層的 第一層就是賣手信 第二層就是吃拉麵的店 然後就會有一些酒場 拉麵街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博多 拉麵出名的店 這裡都有分店 所以就去試其中一間一杏社 我們吃完這個一杏社的拉麵 就吃了豬骨湯的鹽味拉麵 還有Eric就點了一個黑麻油的拉麵 我們覺得非常好吃 它的湯底是很濃的豬骨味 但其實你吃起來就很清爽 我覺得很… 你可以喝完整碗湯的拉麵 而且也不是普通日本拉麵很鹹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是很美味的拉麵 來到博多 其實是拉麵的重鎮 博多的豬骨湯底是非常之有名的 博多的拉麵其實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很濃厚的豬骨湯底 第二個就是它們拉麵的麵 其實是細的、幼的直面 不是我們平時去其他地方吃 會是粗的曲麵 它就是細的直面 第三個呢 其實體育這個文化就是在博多開始的 那體育是什麼呢 即是你吃完一個麵之後 你可以加多一個麵底 那這個就叫體育 那這個文化就是在博多開始的 因為他們博多這隻細麵 其實是比較吸湯 所以他們為了不要影響食物的質素 所以他們每一個麵可能的份量都偏小 但它就會預料你可以再額外加麵下去吃 那你一邊吃的時候 都可以在這裡吃到一個好的麵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折田神社 這個折田神社是博多一個非常重要的神社 那博多有夏祭大一點 其實博多的祭典有三個的主要 那第一個呢 就是一個春天的祭典 那這個春天祭典很有趣的 就是那些人呢 一路走 打扮都很漂亮 那他就拿著木的飯 一路敲打 一路去做個巡遊 那第二個夏天的祭典 就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 就是博多奇緣沙粒仔 那這個就會夏天一個最大的節 那原因呢 就是用來想驅趕溫液 那第三個呢 就是秋天的祭典 就叫做放山會 那這樣合稱呢 就是博多三大祭 那剛剛就說到 這個三個祭典 就是夏天舉行的 那其實這個祭典的原油呢 就是來自八百年前的一場瘟疫 那當時呢 瘟疫在一個城中的蔓延 那就是一位高僧 叫做聖一國師 那他就坐著由居民擔住的架 就一邊幫大家沿路祈禱 一邊灑成水的祝福 那自此之後呢 瘟疫就退散了 那你們看到這個折田神社 這個位置呢 有很多石頭呢 其實它有一些 有些 有趣的故事 那這些石頭呢 以前其實就會用來做占卜 相傳做占卜 就要看看來年農作物的修成 和天氣是怎樣 那這樣演變下去呢 就會變成是一些雙扑手 用舉石這個動作 去獻給神明的一個儀式 那這裏呢 就是一塊試石 那大家來到的時候 就可以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舉得起它 可以了 我拿到了 啊啊啊啊 是不是拿不掉 我都衝了 不如你再試一下 其實不腫 椰子可能OK 啊啊啊 哦哦哦 哇 好了 就是這樣 好了 小禒 最近的神社大概就是這樣 除了主 collaborate 其他主宴 裏面還好多不同的小神社 還有有不同的神可以參拜 所以大家來這邊回去 你就可以繼續再收看 œ 現在來到拉拉浦福岡 我身後這隻是1988年第一次在馬山反擊戰登場的New Gundam 我們剛才在博多坐了半小時巴士來福岡 就是這隻Gundam 除了這隊有Gundam之外 四樓亦會有更多的Gundam酒店可以給大家買 這個商場很漂亮 好像是2022年剛才立成 它主打的應該是中隔位的品牌 我們看到有Zara 有Unicor 有GU 這些便宜的品牌 還有Oriental Traffic 所以它都是走一個比較平穩的路線的商場 我們現在來到中洲的屋台 我們找了一棟坐下來吃 屋台有一點前規則 第一個就是你去到一定要點點飲料 第二就是盡量大家都要點點食物 因為其實我們都很靠回那邊去賺錢 所以你就不要點點一份東西 share 就會好一點 我們吃了 買了燒牛市 買了一個燒雞串的石頭 還有一個炒奶麵 炒奶麵我就買了有點像 家裏有粥的燒牛市 但是是好吃的 然後天串燒 不會完全好奇 因為其實它樂的就是燒 因為本身食材很新鮮 其實都很好吃 而且我們點了一個2000日圓的燒牛市 這是我們最大的投資 幸好都沒有失望 都是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 可以再好吃一點 好像會更好吃一點 你覺得 我覺得大家沒那麼高期望 來這裡吃風味 hehehe ok的 開心 待會這樣走 早安 大家來到第二天 終於像一個人了 我們很討厭和大家做Room Tour 我們這次卜這間就是Upper Hotel Upper Hotel其實是一間Business的酒店 所以其實它的房間比較小 因為都是一些沒有兩一夜的酒店 很快 我們一眼就看了 進來這裡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 有床 電視和鏡 這間房間就結束了 另外其實我們還會有洗手間 其實洗手間的空間都非常小 有很基本的配備 廁所 浴缸 奇哥等等 但是這間酒店其實很小 但其實樓下一樓是一個大浴場 但我們這次行程 我趕來就沒有機會看 但如果大家覺得 洗手間有寫的話 其實就去大浴場就OK的 我們今天的行程 就會去近郊 我們今天就會去游報院 之後就會再去別府 這是一個兩月一夜的行程 平時一般人可能會選擇 搭他們的游報院之心下去 但我們覺得 都是想flexible點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次會選擇租車 在停車之前 我們就會先吃個早餐 我們現在就拿了車 現在大概是時間的 早上九點鬆一點 我們就會開車去游報院 就只會載兩個總車 我們這次租車 都是選擇Toyota Ranzar Car 兩天一夜總共是21000日圓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看看 遠途的風景 我們現在就來了一間 叫做心的餐廳吃飯 這裡就吃虎飯 大昏縣應該有一隻牛 挺出名的 叫做豐厚牛 而且來到九州都要吃鰻魚 所以我們就點了兩個套 一個就是豐厚牛的虎飯套 另一個就是鰻魚飯的虎飯套 我們這個餐包的也挺豐富 它有一些小的配菜 麵糞湯 可以一起配菜吃 一般人來到這裡 下車就會沿著大街繞圈 繞圈圈圈就可以走所有景點 從鳥居出發 我不記得順時針或逆時針 走繞圈圈圈 大概半天左右就可以回到站 人們多數都是留半天至一天 就會再搭車回福江那邊 我很喜欢打鲜鱼 但是香港的鲜鱼 很多年龄限制 不是只一个盘挎着 你根本就拆不进去坐 香港的全部都是 软皮鲜鱼 你完全不能站上去玩 但是这些是硬板 又没有特别 所以我就决定去玩鲜鱼 买布丁 这间好像都出名的 我们就来试一下 很香奶味 但是蛋味就少一点 我试一下底部 拦上焦糖的味道 焦糖味也不太濃 游客一点 搞事我们经过 我看到有一间鱼竹汤 就是那些鱼仔会咬你的脚 就可以吃了你的死皮 不行了 我就想试一下 因为其实一直都看到很多这些 但我都没有亲身机会试一下 其实它到1000日圆 我就觉得 可以试一试 我看一下 希望我不会臭死这些 我习惯了之后 其实挺舒服的 你不要想它是有 生物 在这就 没问题大哥 我现在想它是生物 我就 去到这个汤步 游步丸 汤步丸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一下 租和服 或者选一个半游 我今天就选择了 选择半游 我半游 partner 就是Olin Yoo 其实一旦就当场去就可以了 你可以租柴犬 可以陪你走10分钟 就有一个半游的方式 去游览这个游步丸 这一间租的过程 其实姐姐会给你一份东西 你确认一下放狗的时候 有什么事项要注意 例如不要讓牠吃東西 或者不要跟其他狗相搶 因為不知道其他狗的脾性是怎樣 另外就是你要幫忙清潔牠的大小意面 而且職員有一個指定的路線 告訴你要怎樣走 我猜這個路線 其實都是盡量避開一些主意的街道 讓狗山可以散步得放心一點 所以跟蹤指示組 大概40分鐘就會跟牠回舖頭 總括來說 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想和大家分享 但有些注意事項 影片可能講得不太清楚 想在補充 因為始終狗狗都是一條生命 第一 最好要有養狗的經驗 不可怕狗 第二 要確保自己有能力照顧狗 例如避開危險多色的地方 幫上清潔大小意面等等 第三 要抱牠走半程位上的覺悟 因為柴犬是一隻比較有性格的狗 又或者一天走幾轉 狗仔都有點累 而是15分鐘走完指定的路線 又會太短 走下停下的話就要超市了 所以必要的時候就要抱著牠回到店鋪為止 如果大家不想帶狗仔出去散步 其實店鋪本身是一間cafe 大家靜靜地和牠們梳羅玩都ok的 好 關於金輪湖這裡已經介紹了 不過我輕輕告訴大家 金輪湖的由來 原來是因為有一個學者 就在這個磁庫近走的時候 剛巧有一個植羊在這裡 用一些魚這樣跳過的時候 那個植羊就曬到魚的輪天 然後就發出一些金光 所以就變成了金輪湖 這個金輪湖比較有趣 因為它是盤地的形態 還有它的泉源 其實是有普通的水 加一些溫泉水在那裡的 所以每一朝 尤其是秋冬季節 其實每一朝 它都會有些冒氣這樣散上來 就會發生一個很特別的景象 這些葉應該會 秋天就會變成紅色 因為它原路中藥都是這些樹 所以你秋天來的時候 你應該全部都是紅色 就會很漂亮 我們現在就已經走完 今天每一個圈 我們就會離開這裡 在哪裡? 遊報院 然後就會開車到別府 大概45分鐘的車程 今晚我們就會在別府住一晚 再見 HELLO 今天就和大家做個Room Tour 我們這次住在別府的這間酒店 叫做Amanek Hotel 其實來別府站很近 這次就和大家介紹我們住這間房型 進入門口直話 大家就會看到有洗手的地方 還有有一個浴室在那裡 然後我們的左手邊 就會是洗手間 走進來就會是休息和聊天的地方 這裡看進來就會有兩張大人床 然後我的左手邊 就會在客廳的空間 有一張梳化都可以坐到四至五個人 如果有其他人一起來 可能在一間房間 或者在一起聊天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另一邊就會在咖啡廳 然後再走到處 我們就看到這間房間 無論是電視或冷氣 都會在這個Pack那裡 這個Pack有冷氣 還會去處理一下 其實還有一些功能 我覺得不錯 給你浴池和泳池的開放時間 要不要用 或是要預訂這裡的按摩房 也可以通過這部Pack去做 那就是非常自能 這樣算是 灼上的景色也非常開陽 我們這個房型看到的 會有山和海都可以看到 而且外面也非常空曠 也挺心曠性 補充多一點 這間酒店是沒有免費的停車場 停車場因為這裡有酒店附近的多層停車場 524小時 其實都相當之划算 所以大家開車來也不用太擔心 這個身材很大 還有很多東西走 要走的也有 87日圓 不過現在買9元條 即是6元條 不用啊 5元 18日才6元 小時候你們有沒有吃過啊 對 唱歌 33日圓 即是多少錢啊 即是多少錢啊 11是6報紙 2元多 11是6報紙 對 3 6 2元 2元 買了買了 一抵吧 1 2 1 1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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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